当初我被花园博主种草了阳光花房 设计师说 装个阳光房可能要奔十万 我说没关系 他说会很热 我说开空调 设计师不养花 所以他没法告诉我 阳光房其实种不了花 人要撞南墙的时候 牛也拉不住的 我还问邻居 要不要拆掉顶棚和我一起坐 邻居说没必要 坐好之后 夏天四十五度 工人进来一个 种树一个 种花是不可能种花了 项目经理说 既然不种花了 阳光房就不必装龙头和下水了 也就不用放坡做防水了 听着好像也有道理 我答应了 入住第一个夏天就发现了问题 五六月 春风何旭 暖风拂面 人间值得 但这个阳光房 它就像个玻璃形房 连这里面的这间书房 都烤得 都烤得人不停喝水 中央空调功率强大 不但要穿后外套 冷得扛不住了 就关一会儿 温度回升了再开 就这么开开关关 冷热交替 一边喝着三酒感冒零 一边在别墅里 过着写字楼出风口 宫位的印 中央空调 它有个启动功率 我一个人在家 开一间也相当于开一层 所以 这间房 55平 从6月到10月 5个月都没人待了 你当它不存在吧 它又时刻要提醒你 它的存在 据说刚化玻璃自爆的概率 是千分之三 我家也没有一千块玻璃 但一个夏天 陆陆续续就爆了四块 装好一块 爆另一块 定制玻璃到安装 要各把月 幸亏长沙四个月没下雨 不然 没有滴漏 又要发财了 师傅来换屋顶玻璃那天 39度 大中午 晒了两三个小时 中暑了 站在屋顶上 问我要货香蒸汽水 我怕它晕倒滚下去 但它不同意改天再来 毕竟一个订单 分成两次来 误的是它自己的功 它很坚强 一脸通红紫障着 硬是坚持做完了 当初老板说 做超大玻璃 事业好 就我这楼间距 是什么也啊 只能是零 对面的邻居 有个窗子的保护膜忘了撕 我看着暗眼 搭了个梯子爬上去撕 但是那个保护膜 年长日久 已经融化了 它只能指甲盖那么大 一块一块的抠下来 这块玻璃碎掉那天 我在楼下听到砰的一声响 然后是持续的破裂声 细细碎碎的玻璃渣 往楼下蹦 我怕它忽然垮下去 蹦到邻居院子里 砸到邻居家的狗 催着老板当天就派人来拆 但当天能赶来的只有一个师傅 他让我老公帮忙搭个手 这种超大玻璃非常重 拆装都是技术活 老公说 玻璃往下倒的时候 因为太重了 它拖不住 差点用胳膊肘去定 要蒸顶上去了 就可能划破胳膊 幸亏菩才保佑 落地才烈 我想拆掉这个阳光房 换成邻居家这种 简单的塑料顶棚 又通风 又凉快 又不会自爆 还有舒服的户外空间 可以种花 但是地面没做防水 没放坡 没做低漏 如果要改 就要敲掉瓷砖 重做防水和下水 三连洞移门也作废 要先坐门槛防水台 再坐移门 去年秋天 没有玻璃的那几天 坐在屋里 就能吹到初秋的风 每一缕清凉都在嘲笑我 为什么要把它挡在窗外 却卷着毛毯 却卷着毛毯在屋里开空调 我跟老板说 要不你把中间这块加横梁 做落地窗吧 阳光房就没有这么闷热 也不用费劲 掉装超大玻璃了 当时掉装这块玻璃 也花了几个月 请了两个团队配合 才装上去 老板说不对称 会丑 我说事到如今 没丑又有什么关系 能通风就好 所以 现在它是这样 我一开窗 就能跨出去 我在期待 另一块大玻璃自爆 爆了 换成同样的落地窗之后 再一起加栏杆 老板给我换了玻璃 没有收钱 他说终身收后 他从装修群里 看到我讲他给我家 做窗户 做栏杆的帖子 他说 他在商场开了个实体店 这两年都做得很顺利 还有我的粉丝找上门去 现在已经做到了 商场类目第一 我很高兴 是不是 他进来 会成的 内蒙